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奇特美食一箩筐 今天我们来讲讲猪肉 那您是不是很好奇 这餐桌上最寻常的猪肉 怎么还称得上棋呢 猪肉美食却是大家常吃 但是猪肉没选好的话 吃起来肥腻不说 腥味还很重 对吧 不过今天我要带您去看一头不一样的猪 有人说它是小身材大味道 甚至有着一家猪肉四林香 七里之瑶闻其味的美称 那这有着七里香美名的猪肉 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我们这就一起去素颜吧 唐山 被誉为京东宝地 季东粮仓的这里 最不缺的就是美食 尝尝这唐山的棋子招饼 好小一个 全是肉 好好吃 哇 好多唐山美食 看这边还有一整面的唐山方言强 让我看看 唐山美食很多怎么说 唐山美食 有的是 是不是这么说 唐山人已好吃闻名 但要论及他们最好的那口 每个人都有文章可言 我觉得唐山炸糕最好吃 七点烧饼 唐山湖边 我在那吃唐山的麻糖 唐山的美食太多了 你比如说那个麻糖 我今儿吃的这个七点烧饼 还有等等等等 好多好多 唐山酱肘子 小时候推着锅卖肘子 特别香 老远的盆着都香味 大肘子 铁锅炖的大猪蹄子 肘子 说到家乡的味道 许多人便把它与记忆中小时候的味道紧紧相连 叫卖的麻糖 市井的烧饼 家门口推车售卖的炖肘子 这些常见的美食融入到生活本身 变成了家乡之味 熟食更是每个人脑中挥之不去的好味道 而现如今 猪肉熟食为了更卫生更保鲜地送到我们的餐桌上 大多已经是素逢包装的了 但我们发现偏爱熟食的唐山 猪肉甚至还有个怪名字 我们街坊司令给它起了个便面 叫七里香 好家伙特别香啊 七里飘香 询问得知 原来是因为这猪肉吃起来很香 所以有了七里之瑶闻其味的美称 街坊们便简称它为七里香 不过 这满满飘香的猪肉 到底是来自什么猪 真的会如此之香吗 小猪高蒙来袭 训练友方障碍赛 跑起来 我说 这个七里香经由有何来头啊 他们竟然给我一个农场地址 而且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 一起来看 农场的一角人头攒动 而被关注的主角正是这头可爱的小猪 他们不但个头迷你 抱在怀里是爱不释手 萌萌的他们更吸引了小朋友的注意 我们来让小猪比赛 看看谁的小猪到终点好不好 好 谁要牵它 小猪赛跑马上开始 每对小朋友都抱到了自己心仪的小猪 编导也来凑凑热闹 这小猪好小啊 对 它才一个月大 一个月大 对对 还是个迷你猪 还吃奶呢 现在 那这个小可以赛跑了吗 可以赛跑了 你别看它小 可厉害了 你都不一定能牵得住它 这这么大呢 对 谁的小猪先跑到尽头就是胜利 可没想到 这小猪不但力气大 比起赛来 也是相当有个性 加油 小猪加油 不行 不行 小猪不走 你抱着吧 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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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小猪懒洋洋 有的则是加速前进 但相同的是 每只小猪的力气都出奇地惊人 一旦它们动了真招 只有人被牵着跑的份儿 负责人告诉我们 它正是我们在寻找的小猪 不过 小猪是怎么做到肉质奇力飘香的呢 根据农场负责人的介绍 这里的农场主要是用来游玩体验的 要是想要探寻这美味的秘密 我们还得去养殖基地 一探究竟 不过这刚一进门 眼前的景象就让我们打迟一惊 姐姐 你这是干什么呢 我们在赶小猪 让小猪训练 这是小猪障碍赛呀 对呀 天哪 这猪这么小 这要开始跑圈了 这可不小了 如果换上人差不多得二十多岁了 负责人告诉我们 这里的小猪已经养了三个月 只要生长够一年就可以出来售卖 可就算这猪已经是青壮年 它们的个头依旧不大 在彩色轮胎中可以自由穿行 但是 为什么要让体型这么小的它们运动起来呢 可是别的猪都是养在眷舍里养白白胖胖的 这猪才这么一点点怎么就要开始运动上了 这个猪它可不是普通的大白猪 你看它跟普通的猪有什么区别 这个猪是跟其他猪有点不太一样 它这个头和这个屁股上是有两个黑色的花纹对吧 这是我们从广西引进的八马香猪 八马香猪烹调时不添加任何作料 也能香气扑鼻 素有一家煮肉四林香 七里之窑闻其味之美称 也难怪它们会获得七里香这样的美称了 原产自广西壮族自治区 八马瑶族自治县的八马香猪 生活在四季如春的南方 山林为家草木为石 搬到气候干燥的北方 变成了集中养殖 它们的肉质还能是那个味道吗 它呀从南方到北方多少有点水土不服 这个呀就是我们特意给它煎的 就是让它从小就运动起来跑起来 在南方生长的它们 自由地在山林里散养嬉戏 爱运动 经历惊人 但搬家到北方的它们 没有了往日的生长环境 水土不服 肉质香味也会大大遮蔻 为了能让它们保持锻炼 负责人还特意建造了散养场 哇 这么大的散养场 你都要给它们活动吧 对 那还嫌不够呢 这还嫌不够 对 这还嫌小 只要不信来你进去试试 跟它们互动一下 你抓一只猪 我随便进去抓吗 你抓一只 那我可就进去了 没问题 没问题 哎呀 我还不信 这么点小猪还跑不过它们 这个可以抓吗 这个不能抓 为啥这个不能抓 这猪太大 太大了 徒手不能抓大猪是吗 对 徒手不能抓小 抓小一点的 小一点的比较好征服它 我看哪个小 不过它一直跟着我 它好像不怕我 哎呀 不行 那我帮你从前面堵着 哪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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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 这只小 这只小 好吗 小的小的 专后体 专后腿 别紧权腿 两点 专 abi 拉 扫嘴 专后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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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呼嘴 专后腿 快快快快 把我安住它 虽然八马乡猪体型不大 但是想要徒手抓住 灵敏力大的它们可不容易 这不编导有了个主意 结果我刚刚的比对 我感觉这个圈正好能套出猪头 试试我这个自制的抓猪神器 但是关于这个套绝对还是不行 我还准备了一点 看它们爱吃的什么 菜叶子 我把菜叶子挂在这个头上 抓猪神器 我这次呢就不进去了 我在那边吸引它 因为我一进去了 它们到处跑 我觉得我在这 等它们一会儿看着菜叶子 过来吃的时候 我就用这个绳子套着它们的脖子 诶 看看 说来就来了 立刻就吸引出了一只的目光 来 尝尝菜叶子 来吧 不吃了这个 来 尝尝尝尝 来 尝尝尝尝 啊 啊 超多呀 差一点 这个谁吃 这个谁吃 哎呀 喽喽喽喽喽 尝尝尝尝 新鲜大白菜 来 他把我的菜叶子吃掉了 这小猪真是敏锐 斗智斗勇 拼力气 都抓不到它 看来有了这运动场 小猪们也恢复了在南方的锻炼状态 不过 负责人它们又有什么法子 才能抓到它们呢 绝对想不到的抓猪法 让人大开眼界 克服水土不服 小猪也要营养大餐 姐姐 你这猪太难抓了 各种话都是了 都不行 你看你 抓个猪这么费劲 那你怎么抓猪 一个吸管我就可以搞定 用这个吸管抓 是 你这不开玩笑的吗 我听说过这个 网都抓猪的 对吧 包括这个人力蛮力抓猪的 你用这个小吸管抓猪 怎么整啊 来我教你 教我 给你一只 你看还是可降解的 来教教我吧 我看看吸管抓猪 我是头一次听说 一根小小吸管 我们左看右看 都没有办法把它跟抓猪联系到一起 这件负责人把吸管捏别 在吸管头部对称修剪两刀 而接下来 我们得到了一个更难以理解的指令 这怎么抓呀 这怎么抓呀 来你吹一下 我吹一下 是 吹吸管 这听起来简直是毫无意义的举动 吸管空空的 吹出来不就是空气吗 不过我们很快发现了端倪 这修剪过的吸管 竟然可以像哨子一样 发出声音 吹响了 吹响了怎么抓猪啊 这还不行 还不行 来你吹 来我还得给你剪 我还得吹着 对你吹 考验飞火量的时候到了 随着吸管不断剪掉 吸管越短 发出的音调也越来越高 不过 这会跟抓猪有什么关系呢 剪成了两个三角形 就相当于是一个简易的黄片 所以这个是空气震动发生 对 就这样你对着猪群吹 对着猪群吹就抓它们 对 这这第一次听说了 太意外了 明明一靠近就逃跑的小猪 竟然真的寻着声音 凑到了我们的跟前 好神奇啊姐姐 这是什么原理啊 剪两个小三角形 就变成一个哨子了 对 就这个哨子越剪越短 就是你发出的声音 越来抬越接近这个猪妈妈的声音 所以说这猪它就过来了 所以它听到这个同类的声音 像我有点赶了 我们也是偶然发现的 小猪对这个声音 它有反应 它听到这声音 一下子就抬头了 所以它刚搬过来的时候 不爱吃神 我们就用这种方法招呼它 修剪过的吸管发出同类的叫声 久而久之 也演变成了小猪开饭的信号 乖乖待在原地的它们 果然可以轻松抓住 我发现这块猪 其实个头都不是特别大 对 它们快出篮的时候 才110多斤 110多斤 这么轻 它这属于是迷你猪 对 迷你猪 你看它们个头小 可能跑了它们 这就是为了保证它们的运动量 出篮时候 巴马乡猪不过才110斤左右 个头相比其他猪来说 可小巧太多了 看着它们自由奔跑的样子 哪里还有搬家过来后的水土不服 不过负责人却说 想要小猪克服水土不服 使其肉质七里飘香 这还远远不够 我们小猪可挑食了 它普通的死料根本不吃 你看它吃的都是啥 这么一大片都是玉米地 对 吃玉米 是 哇 这太多了 这就是一百多亩地 一百多亩地 一百多亩地 哇 你看看 哇 好新鲜呢 哇 我也最爱吃玉米了 那就这一片田 那就是随便掰吗 对 有没有什么分辨的技巧 这大的就特别好 大的 对 好嘞 把框里放 哇 来上下边 哎 哎哎呀 看看 看看这个怎么样 它虽然外皮有一点干了 但它里面还是 就是摸起来 这个皮还是很湿润的 嗯 对 一看我就不会干农活 这掰起来就慢多了 哇 这个好新鲜 这个就是它最爱吃的那种了对吧 为了让小猪们吃到最好的 这里的玉米 全部由人工挑选采摘 统一运输到养殖基地 不过 才刚刚开始 这运回来的玉米 我看还给这晾一晾 是不是 嗯 对 何止是晾 还得给它掰成玉米粒 还得晒 就这么人工掰吗 是 可以 可以 哦 还有一个小工具 对 小改锥 对 哎 这样好方便啊 对 还有水分的玉米粒 直接喂给小猪 很容易导致它们腹泻 所以都要掰成粒晒干 不过 这人手掰了一会儿 手就红了 这么多的玉米 有没有什么快速脱离的法子呢 这不 负责人就拿出了一个新鲜玩意儿 这就是我们的玉米神器 这不就 一个摇把吗 这怎么整啊 这么整吗 直接放一下 对 这么神奇啊 对 哇 而且它其实脱下来的这个粒 都是很饱满的 并没有说像我想象中一样 都那种破掉了 碎掉了 都是特别的饱满 是它晒干 那所以它脱得特别完整 看似其貌不扬的这个小工具 叫做手摇玉米脱离机 玉米放进去 又摇把带动齿轮 不断碾压玉米脱离 您别看它小 但是脱离特别干净 甚至每小时脱离 可达80公斤左右 这可堪比10个人一起工作的效率了 为了让小猪尽快适应北方的环境 除了保障它们的运动量 吃得上也有大讲究 促进小猪的消化 晒干的玉米粒 还要磨成粉末 不过想要巴马香猪 保持它七里飘香的美味肉质 负责人还有一项秘密法宝 您说的宝贝就在这儿啊 对呀 你这地上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 宝贝藏在地里边呢 在里面 对 在里边 你这是在里面藏什么好东西 你猜 红薯 这地长像红薯地 不对 不冒芽的话 土豆 那你挖一下 那我上手啊 行 光秃秃的地里 到底藏着什么 能让猪肉飘香的宝贝呢 这地底下什么都没有光秃秃的 哎呀 不过这个土摸起来是这种湿湿的 很湿润的感觉 这地底下 啊 不用看 是蚯蚓 我不敢 我不敢 没事你不要怕 那你赶 来你试试 感受一下 少一点给我行吗 啊 啊 没事没事没事 我感受都不敢动了 看他 他头钻出来了 我现在更感受到 感受到 他在我的掌心 就是 弄痒痒的感觉 不过 小猪真的吃这个吗 是 他吃 他活得不吃 咱们把这蚯蚓摔成干 磨成粉 蚯蚓体内 含有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等 给小猪的饲料里加入蚯蚓 既能预防它们 不适应北方的气候而生病 又仿照巴马香猪 在南方生活 刨草根吃虫子的西性 荤素搭配 它只有适应北方的气候 我们净可量的还原南方的 这个养殖方式 所以巴马香猪肉 它才会气里飘香 一直搬家而来的小猪 为了使其克服 从南到北的水土不服 保持其气里飘香的美味肉质 养殖户们精心饲养 不论是大小猪运动场的搭建 还是荤素搭配的营养套餐 喂的就是这入口的体验 小崔啊 今天我们全家给你露一声 让你好好尝尝巴马香猪的美味 哎呀 今天有口福了 这边 为了美味延续 斑美味制成酱 是老一辈人的偏好 香猪肉切丁 加入香菇丁 豆瓣酱一起炒制 再搭配上黄面馍馍 便是极佳的体验 而另一边创新出奇 更把香猪肉做出了新花样 您这是做什么呢 我今天呢 要给你做一道 你从来没吃过的美食 我从来没吃过的 这不是肉馅吗 那可不是平常的肉馅 这马上要做赛熊掌 赛熊掌 这菜名还真是新奇 不过熊掌是绝对不能吃 但是这道掌也保证让您打开眼界 赛熊掌 先字最关键 生抽 蚝油 再加点胡椒粉 增鲜提色 没得说 而想让肉馅快速上劲 生粉必不可少 色香味形一道菜 想要这熊掌以假乱真 外形可是一定要下功夫 上锅蒸20分钟 肉馅在模具中被牢牢塑形 脱模出来 这相似度怎么也有两成了 快看 这和熊掌一样 小熊掌一样 胖乎乎的 像吧 太像了 这还没做完呢 还没做完 对呀 你看这个东西 你认识吗 这是什么呀 和头发丝一样 这个呀叫发菜 发菜 一会儿我们把它放在这个熊掌上面 这好意思 像是给它装扮上了毛发 就让它这个发菜都盖在这个上面 是不是 对 弯弯的腰果插进熊掌的前端 您给这道赛熊掌的外形 打几分呢 而接下来这一道 就更成奇了 万福肉 讲究的是刀工 这切出来的肉片 一咬连续不断 二咬粗细相当 但在这里 只要一双筷子 就能轻松驾驭 切好的猪肉片 卷成玩的样子 通将爆香 饼铃鲤铛甜蜜 出锅前 搭配上红枣莲子和把力 顺顺利利 吉祥如意 来自广西的八马香猪 来自广西的八马香猪到北方落户 从最初的水土不服到健康成长 农人们真是费尽心思 运动量要达标 每日饮食那也是用尽心力 为的就是保持猪肉的原汁原味 让更多地方的人们品尝到八马香猪的奇妙美味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追根溯源探产地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啦